大家好,我是安芙,今天我在家整理了一下桃小豆2019年的一些画画的作品 其实就是涂鸭,她现在四岁不到画的... 你说你画的是啥? 雪橇 她现在画的基本上都还是大片大片的色块的涂鸭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些都收集起来,然后以后看是挺有意思的回忆 这就是她的作品 我已经整理了很多了,这是她画的一个人 这是她的身子 那个纸太大了,所以我只能把它一半折 然后呢,我的方法呢,是用这个过速机 这个是过速机 我买的这个是亚马逊的,好像15磅左右 我看淘宝上面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过速的这个膜也是挺便宜的 然后呢,把这个画帮她打开一下好吗 对,好,护屏 对,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就行了 然后我还要写下日期 然后呢,我们把这机子打开 这边有两档温度,我一般就是用最高档 这边是红灯,等它变到绿灯的时候就是准备好了 好,现在已经变绿了,然后我们放进去的时候呢 那这一头就是,连起来的那一头,冲里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靠在这边,靠在这边,这边写了,这边A4,A5 我们是A4,所以靠在这边放进去 然后一开始要捏紧一点 它只要咬住一点,它就会自己开始往里送了 我一般这个时候就松手了 对,这样就好了 是不是还热乎乎的呀 对 因为它里面加热之后把那塑料给融化了 然后它就粘在一起了 这样就特别的干净整洁 收起来就特别方便 它就打不开了 但你这样你也能看见对不对 因为它如果不这么弄的话 它就会掉渣 这样呢,它就特别整齐就不会掉渣了 然后你就可以保存很久很久 给 你的这张脸也进去了 这张脸你画的是谁呀 人 人?什么人呢 妈妈 妈妈长这样啊 嗯 那我是用了这么一个盒子 来装它的所有的过速过的作品 登登 看像这种 就是有贴了一些小眼睛啊 这些特别的材料的不太 就是有可能会掉的 也可以这样过速保存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小手 所以挺有意义的 背面呢,如果这个不太厚 就可以正反两面 比较节约 但是我今天弄的那几个 因为都是颜料比较厚的 所以只弄了一面 这样分分看很有意思的 你看我时间都有写 这是19年上半年的了 这一颗蛋 就是它在早教中心的一些 英国这边早教中心画的一些画 还有这个雪人贴的这个雪 这个雪是那个棉花做的 所以也要这样保存一下 哇,你看这是一个盘 这个这是一个纸盘做的 这个有很多金粉 这个是他自己拼贴的一艘小船 然后这个是 哦,这个是没法 我试了 太厚了 实在是 就没法弄了 我就拿了一个塑料袋装了一下 嗯,这是你在幼儿园做的 对不对 圣诞节做的 上面也是特别多金屑屑 然后这个袖子本来更长 但为了保存 就把它剪掉了一点 然后这一张又是一个 纯色块风格的 然后这么一 登登 是不是很整齐啊 你的画全在里面 好,今天视频就先到这样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小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想吃一个东西 想吃一个东西 好吧 拜拜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